武汉肺炎呢 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有很多人呢 称之为呢 是中国病毒 不管是如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场 灾难 而我们的前一节呢 一直没有谈论这方面的话题 是因为很多的原因 我们大家知道因为明镜呢 长期都在报道 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突发事件 和全世界的各地的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所遇到的 这一场灾难 人类的灾难 因此呢很多 这个YouTube的平台呢 没有广告费给我们 所以呢 我们不得不把两个新闻 或者是与肺炎无关的新闻呢 做成另外一节 而这一节呢 是专门来谈一谈 关于这一场灾难的事情 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 能够支持明镜 能够打赏明镜 并且呢 进来的朋友呢 顺手呢 先给我们点个赞 然后呢 让更多的人呢 进行传播 那么也请多多的转发 那么我们今天的首要的 第一个题目 在我讲解之前和给观众朋友们报道 之前呢要报告一个最新的一个紧急消息 这个紧急消息是这样的 CNBC刚刚得到的最新的情况是如下的 他就讲呢 疾病控制和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高级官员 安娜舒查特博士呢 冬促医院为爆发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呢 做好准备 他说呢 现在是时候制定大流行疾病的一个计划 并确表保呢 一切都要进入正常状态 他接着说呢 例如如医疗保健的提供者需要计划医院的手术 为您的员工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能力 行政控制等等 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场中国的疫情 舒查特呢 发出警告之际呢 是世界和美国和世界卫生官员呢 越来越多的呢 发出了各式各样的一些警告 那么 警告说呢 这种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呢 可能在大流行中呢 会爆发 在过去的七周中 这种新的冠状病毒呢 已经在中国造成了2100多人 的一个政府报告的死亡人数 他说中国的流行病呢 尚未达到世界卫生官员 对全球性流行病的一个指定 该流行病呢 在世界各地蔓延 国际卫生官员说呢 尽管它已经传播到了两个以上的国家 但目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呢 几乎没有传播途径 但是他们警告说 这种情况呢 可能会迅速的改变 事实已经证明了 该病毒呢 比流感呢 更具感染性 也就是平年呢 往年我们每年有很多人的正常人呢 一年或两年都会遭受一次流感 而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病毒呢 比流感呢 更具有感染性 它的这个感染的人数呢 也是其高 那么以从一月中旬的三百人传播呢 到截止周四早晨的七千五百七十人之多 尽管其中大多数的病例呢 都是在中国 但是呢 CDC的官员 美国CDC的官员表示呢 一直在与医疗保健部门合作 为该病毒在美国呢 立足并且大幅度的扩散呢 做好了准备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国家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研究中心 的主任呢 他也在告诫人们 这一场流行病呢 不会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同时警告说呢 在某个社会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社区性的一个传播 当然会有可能在美国 也有可能在其他国家的传播 但是呢 美国的社会呢 必须做好警惕 他警告说呢 在从圣地亚克到纽约呢 美国的医院呢 目前都在加紧的做好 这各式各样的迎接这场大病毒和大量这个重症患者 以及死亡的人数的这样不断攀升的这种准备 那么他就讲呢 对于大多数美国的医院来说呢 这种新病毒的威胁呢 正处于一个越来越临近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另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以及季节性的流感呢 在美国呢 也达到了顶分 已经超过了2600万例 许多医院呢 也步履为奸 根据对医生 美国医院和卫生系统的六次的采访呢 这种新病毒在美国的广泛传播呢 可能会使急诊室呢 不堪重负并迅速导致一些关键的医疗用品的供应呢 都会出现短缺 当然这个最新的消息呢 也让我们呢 不得不提高拔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值得信任的一个权威的医疗组织 那么美国的CDC呢 我们知道呢 是一个可以被信任 并且他们的数据和科学态度是严谨的 那么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呢 我相信也是不是简简单单啊 就是可以随便说出来的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要播报的这个新闻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重症患者比SARS 也就是2002年2003年 我们所知道的SARS呢 更加的难以治疗 同时呢 很多重症的患者呢 也是很难被救回来 并且有一些报道认为呢 这个情况呢 这个病毒呢 不会像SARS一样的 随着天气暖活 或者是一个周期性之后呢 会消失 有很多人认为呢 专家认为呢 它的生命力要强过我们所见识过的SARS 并且传染性呢 也是极强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可能会成为地球上永远或者长期的一个病呢 流行病而一发不可收拾 他说中央社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 来自于其他报纸的综合报道的 说讲呢 重症的医护人员发现呢 这个重症患者的救治难度呢 是绝对大于SARS的 病毒除了攻击肺部呢 也会攻击心脏肾脏等多个器官 而不仅仅是一个肺部 导致很多人的死亡的核心原因呢 就是各器官的同时或者是接续的这种衰竭 而促使其他的器官呢 更快的衰竭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中国的工程院的副院长呢 胡锡与微症重的专家呢 王成指出呢 新冠状新冠肺炎病毒啊 有可能转换成一种流感呢 一样长期在人类社会呢 从在 那么据一些中央日报啊 和长江日报等等很多媒体的报道呢 说三位中央指导组的医疗救治组的专家呢 在北京长远医院的副院长 佟朝辉 北京地益谈感染 医院的感染二科主任啊 那么蒋荣猛 那么中南大学乡亚医院感控科主任吴安华呢 19日啊 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救治召开的发布会呢 一致都表示呢 感染性的极强 禁止难度呢 极大 超过SARS 但是呢 死亡率呢 是低于SARS的 那么这个死亡率呢 也遭到了美国的一些质疑和感染人数 不过呢 那这个新闻呢 我们会放在后面 他说呢 很多的感染者呢 是老人 成年人啊 相对呢 比较多一些 他一般情况呢 是80%左右的人呢 感染者呢 是轻症 一般可以呢 自愈 或者是这种支持性治疗 而专家呢 这个 认为呢 这个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呢 是偏高的啊 那么 就说 这与每个人的体制啊 抵抗力等等是不同的 那么韩国呢 就报告说呢 致死率呢 超过了A型流感啊 但是低选于什么呢 选于我们知道中东呼吸综合症 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这种说法出现之后呢 也让很多人呢 是越来越发的紧张 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 越来越多的一些重症患者呢 死亡 虽然呢 中国政府的这个数据呢 似乎在表现出来呢 是不断的在下降 甚至呢 就说 有这个减少的情况 但是呢 美国和西方国家 很多国家认为呢 这种情况和这种数据 根据统计学来讲 似乎是不合乎啊 常识和合乎规律的啊 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您认为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医学报告 认为呢 这会变成一个流行病 长期存在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 感染人数 按照像前面我们所讲 CDC的报告 说一月份的时候有三百个人 而二月份的时候有七万多个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啊 这是一个两百多倍的一个变化 成几何技术 对成几何技术 如果再这样蔓延下去的话 那么传播到全世界的话 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在美国社会 在其他社会 突然之间这个病情爆发了 如果20%是重症 而20里面的死亡率呢 是其高的 可是要高很多的 而这个数字如果说的话 如果全世界 比如说大概有专家指数 有三分之二的人 最多可能会感染 那可是四十几亿人啊 五十亿人啊 那五十亿人如果 死亡率按百分之二算 那也是一个亿啊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超过1918年的西班牙 西班牙大流感 当时死了五千万人 对对对对 但是当时这个统计数据呢 并不准确 并不准确 特别在中国大陆呢 都没法统计 非洲啊很多贫穷落后国家 是无法统计的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 你说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的确的确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中共的数字到底准确与否啊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 可以辩论的事情 我觉得一方面呢 有很多人不相信 统计呢 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讲 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呢 我们专门有一个 这个美国专家 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专家 都质疑中国的这个数据 我们下一节讲 我们下一节主要说上 您觉得这种流感 如果长期存在的话 像这么危险的一件事情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 都得提高拔度啊 特别是刚才CDC 又发表了那样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报告 是的 的确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 一个是在这个思想上 同时呢 也在物理上 要做好准备 那可以准备的事情就很多了 那么我我觉得呢 你刚说不说数据的问题啊 刚才你已经谈到了 这个致死率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致死率啊 有可能是不对的 他说这个中东那个呼吸道综合症 死亡率是36% 然后那个SARS 9%到10% 然后这一次到现在为止那是2% Ebola是多少 好像是也是百分之几十的样子 我觉得这有一个变量 他们没有考虑进去 就是和疫区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政府 应对这种流行病的能力 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变量 也考虑进去 如果它的 比如说吧 我曾经 大概看过一下SARS期间 这个亚洲几个国家 和正式体 它当时的感染率和致死率 我就粗粗的看了一下 我发现呢 如果使用中药多的辖区 它的死亡率会低 使用中药越少的 限制越严的辖区 不光是中亚 还把美国加拿大都包括进去 对中医的这个参与 限制越多的辖区 致死率越高 这是我们中医 我们放在最后一截的流流 OK 那么现在目前的这个 重症的这个SARS呢 可以说根据刚才CNBC的 最新消息 就是CDC的那位专家所讲呢 我觉得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 应该再谨慎一些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数据 以及这样的一个新消息呢 那么紧接着我们在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现在开始的话题呢 我们就开始讲一讲 关于刚才 我们的郭英全博士 已经涉及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受感 人数的减少 但是呢 很多人都在质疑这样一点 这个新闻背景是哪里来的呢 那么是来自于外交政策 那么最新的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